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无人机的无人采集系统,进行了完整的采集,如果你们没有人员受伤情况,请向我做一个OK的手势,然后立即撤离事故现场,影响的过程被路人拍摄下来,网友们都震惊了,说小视频针对交通管理部门,比如高速路上出现了交通事故,其实交警是很难定位到事故地点。 警车是不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,所有现在可以使用无人驾驶飞机飞到事故现场,进行及时传递工作。 人工职能化第一不需要做的,就是让无人机自动识别,和理解感应,倒在哪个地方,其实发生了交通事故。 它在空中驶楼的时候,当出现异常情况,它会自动发信号给交通指挥部门。 人工职能化后的无人机,和目前的无人机技术系统的,区别就在与现在的无人机广泛,使用的是把视频和图像拍回来做个采集功能。 那个是已经发生了事情,而智能化后的无人机,是可以一直在空中巡逻。 一旦出现异常拥堵后,让做一个及时的梳理,或者通知就会避免大规模的拥堵情况。 这就是人工智能化需要做的东西,在大型交通事故现场,和危险化学品线路事故现场,倘若采用传统信息采集手段,或无法拍摄到交通事故现场的整体情况。 而无人机设备高机动性、灵活性,可以航拍整体,有利于事故现场调查与现场施救,在路面结冰、洪水、山起滑坡等次然灾害引起的交通,通信中断时,该大队可通过无人机实施传回高兴视频和高精度图片,帮助指挥人了解灾情,引导地面疯救力量,及时解救被困人员,为抢险救灾争取宝贵时间。 我们在科幻片里看到的场面,已经不再是科幻,当警察都开启飞机了,还是什么是逃得了的呢?长按识别途中,二维码可以快速添加我们客服号,长按识别途中,二维码可以快速关注我们。